本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参加了两场重量级会议 在会议的演讲发言中鲍威尔表明 尽管乌克兰局势和相应的制裁给美国经济前景增加了高度不确定性 但美联储仍准备好在两周后的三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宣布加息 以应对通胀居高不下的现状 由此可见 加息世代必行 三月的美国金融市场势必会经历一波腥风雪雨的动荡 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历史 来看看加息后到底对各大资产类型有怎样的影响 根据鲍威尔目前透露的消息 美联储计划在三月加息25个基点 这番言论过后 美股涨幅明显放大 三大指数均涨1% 道指涨幅扩大至于520点 罗素2000小盘股涨近2% 分析称鲍威尔支持三月加息的幅度 小于此前市场一直担心的一次性加息50个基点 但事实上 这很有可能只是一枚烟雾弹 因为鲍威尔在最后的问答环节中表示 若通胀保持火热 并不排除某次或多次加息超过50个基点 不过通过目前放出的消息来看 三月的加息应该大概率排除大幅度50几点的可能性 华尔街及各种金融参与者可以小松一口气 但要知道 今年美联储还有七次会议 也就是说还有七次加息机会 既然逃得了和尚 逃不了妙 我们就看看加息过后 对股市大宗商品债券以及美元到底有哪些影响 从而做到提前应对吧 我们先来看看全民参与度最高的股市 对于全球的权益市场而言 美联储每次开启新一轮加息周期时 权益市场在短期内均有不同程度的回调 其中标普500最大回调幅度在5%到15%之间 但拉长时间来看 整个加息周期内 海内外的股市在经历了回调后 最终仍会随着各自基本面的好转而恢复上涨 理论上 美联储加息通过抬升无风险利率 来限制权益市场的估值水平 进而使得股票资产承压 因此当权益市场的估值本身较高时 美联储接连加息后 高估值资产将存在泡沫被刺破的风险 例如2000年加息后 美股的互联网泡沫就此破灭 然而若美联储加息时 上市公司的仍利水平仍持续改善 则持续上行的盈利 有望对冲估值下行的压力 因此尽管在2004-06年 和2015-18年时 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 但此时美股盈利整体处于上行趋势中 进而使得美股在整个加息周期里 仍然持续涨势 所以在加息周期中 股民应该多关注真正具备价值的公司 从而找到可以逆流而上的股票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加息后的最大受益者 那就是债券 纵观历史 美国短期国债利率 在加息周期内往往都会持续走高 回顾美联储加息期间 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走势 可以发现加息对于美国 短期国债利率走势的影响较为直观 从首次加息正式落地前半年 至最后一次加息结束 期间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幅度 基本在2-3.5个百分点之间 而10年期长期美债利率 很有可能会呈现N型增长 相比短端利率 美联储加息对美债长端利率的影响 则相对没那么直接 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的阶段 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持续上升 而在首次加息正式实施后 短期内美债长端利率反而有概率下行 但拉长时间来看 历史上美联储整个加息周期内 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最终仍是上升了 接下来是美元 拆分美元指数 在美联储首次加息前后的走势 可以发现加息预期升温的时候 美元整体表现会升值 而首次加息正式落地后 美元在短期内反而承受一定的贬值压力 但此后随着美国基论利率不断调高 美元又重新开始升值 所以这也是典型的N型走势 最后就是大宗商品了 除了2015年以外 1999年以来 美联储开启加息时 往往是全球通胀不断升温的阶段 因此在过去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 直至最后一次加息结束期间 大宗商品价格基本处于持续攀升的态势 近三轮加息周期中 路透商品研究局发布的CRB指数 最大涨幅均在30%左右 直至美联储加息周期到了尾声 或者加息结束后 此时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往往成走弱的趋势 大宗商品的价格才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回调 不过黄金是个例外 与其他大宗商品不同的是 过去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强化的阶段内 黄金价格大概率承压 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源自黄金 相较其他大宗商品 还具有一定的货币属性 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和美元指数的走势 在历史上整体是反向变动的 如前文所示 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阶段 美元往往表现为升值 因此对应的黄金价格则趋于下跌 但在随后的加息周期内 黄金的商品属性逐步凸显 此时通胀因素成为金价走势的核心变量 因此黄金的价格表现 也开始与其他商品一样趋于上涨 好了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 透过历史数据总结的各大资产类型 在加息周期中的表现 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借鉴 在2022美联储加息年中 依旧取得令人满意的投资回报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